因长久未下雨 除了造成民众生活上的不便 更影响到农作物成长与收成 日前农委会勘察南投茶叶状况后 决定提供灾损补助 但补助必须合乎一些条件 如有茶农不了解者 请到公所询问 并尽速申请补助 以免丧失自己的权利 今年因为干旱美雨水 造成茶叶成长与收成欠佳 日前农委会勘察茶叶状况之后 决定提供灾损补助 补助到4月22号为止 这几天就看见茶农 拿着资料来到公所排队申请 都没水啊没下雨啊 我们酒没下楼 差很多啊 差差不多30%应该有吧 你肥料放下去了 农药也吻了 本钱都一样多了 等于量很少了 有啊有啊 当然有帮助啊 感谢政府啊 茶叶和灾补助申请 多多少少都有帮助 对对对对 对农民都有 付出那么多啊 做不到那么多 多少都补助都有帮助 反量都大量减少 大量减少了三成以上 因为在电视上有看到是说 农委会有这个补助 去查研灾害啊 先来询问一下 需要什么资料 今年没有水啊 就生产的很缓慢 因为告经都还看不出说 有有一点成果啊 所以还没有估算啊 是说如果能够有 有那个灾害的申请 就多少对我们有点帮助啊 申请条件中 要注意的是 除了必要条件之外 茶叶受损 还需达到20%以上 若是以采收就无法申请 而在符合资格填写好资料之后 将由工作人员到场勘查 拍照了解 才能够通货补助 13的一个茶叶面积 大概有1300公顷 这1300公顷里面的话 受损的面积的话 只要你达到20%以上的 就可以提出申请 那在这10天内 我们最快速来这一个核定 来做一个审查的一个动作 虽然是每公顷补助5万块 那对农民的话不如小补 当然一个资裁补助也有3万块 你真的是造成你的一个 茶租的一个损伤 需要再承受复更的话 每公顷也是补助5万块 那还没有采收的 记得要尽快来申请 那我们以机会 来跟大家做一个审查 来做一个这个核被 接下来我们拍照 做一个纯证的 我们的办理的时间 就是即日起到4月22号 这10天的时间 请农民如果就好 是你的灾害 茶叶灾害受损有20%以上 请你施贷你的身份证印章 还有你的土记的腾本 或是说有那个租约书的 或是说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的话 来我们公所农金客 填写申请表办理 如果你先来做申请 那儿后我们会安排 勘察人员到现场会勘 那会勘的话 你有拽损有20%以上的人 才有获得补助 申请的时间 从现在起到4月22号为止 假日不休息 若是有需要申请补入的茶农 请把握时间到各区上镇公所来申请 一同度过干水旗所造成的灾情 记者上去佛祖山镇采访报道